我国多个州属去年年尾爆发的大水灾 破坏了许多的基础设施 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亚尔利山大透露 部门将拨出2亿3200万令吉作为维修费用 其中在东海岸所需的维修费就占了将近2亿令吉 目前维修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在特里加州和 Kelantan 因为因为热门被打扣了 加上苹尔利山大透露 在三角度上的情况下 所以最维修费的维修费用 工程中的维修费用 我明白现在有20%的维修费用 另一方面对于大道的无线设停 询识别系统RFID 频频出现出问题 引起了民怨 部长说 大盗局和南北大盗公司 将在明天开会 寻求解决方案